在法國總統奧朗德星期六簽署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案之後 法國成為第14個承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 之前一日法國憲法委員會拒絕聽取前總統薩科齊所屬的 右翼反對派執政黨人民運動聯盟提出的司法覆核 奧朗德星期五說他將會確保該法律在全國範圍內實施 將不會接受干擾同性婚姻的行為 法國司法部長克里斯蒂安·托比拉在上個月說 這項法律不會剝奪任何人的權利而是給予同性戀者權利 托比拉說第一宗同性婚姻可能最早在今年6月就會出現